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掌柜新说项羽传 今天咱们讲第27回 吉原之战的中三铺金 两件事 咱们上一回说了 两件事让张寒最后投降了项羽 哪两件事呢 第一件 就是当时发生的一件大事 在一部分联军将领的支持下 项羽成为这支联军的上将军 这件事其实很奇怪 这一大帮将领 都是被各国任命为将军出征的 其实他们带着的都是各国的军队 但是现在这些将军说 我们除了自己的国家之外 我们还有另一个自己的领袖 我们推举项羽 做我们的上将军 虽然你听的这个名字 项羽现在的职务还是叫上将军 但是含义和以前可是完全不同了 以前那个上将军是楚国军队的将军 他和其他国家的军队是那些将军是平行的 中国将军和美国将军 你怎么比大小呢 是吧 他们是平级的 属于不同的系统 但是现在 项羽的这个上将军 就是联军的上将军 什么意思 这个上将军 可是已经超越了现有的 诸侯国家了 这些拥护项羽的人 实际上很多人以后都脱离了自己的国家 带着军队加入了项羽的联盟 这些将军以后 这里边你看有好几个算是叛国者 实际上这个上将军的背后的真实含义是什么 是项羽在此刻成立了一个军政府 我们这些军人手里有刀枪 我们为什么要听诸侯的 不是都说强者为王吗 我们比你们这些大王现在强的多呀 谁支持项羽这样做的呢 就是以后的所谓十八王 这中间多数人都是农民军出身 本来仗打到现在这个地步 应该说农民军 农民革命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现在应该按照历史正常的发展 应该进入到贵族争天下的阶段了 可是突然跳出了一个项羽 他现在又一次成为农民军的领袖了 项羽和他的军政府的敌人 到底是谁 很多人都说是秦 不错 秦是项羽的敌人 但是项羽更大的敌人是什么 是贵族 是天下贵族 这些农民军将领拥戴项羽为上将军 其实你就可以认为是他们造反了 而且造反的目的就是反对贵族 项羽是个惹事的人 是吧 现在他他就是挑动天下农民军反对贵族 并且利用这次灭秦搞了一个大集结 成功的实现了自己的第二场政变 项羽的第一场政变是杀宋义 第二场就是现在当上了上将军 为什么叫叫上将军 而不是叫所谓的天下大元帅呢 以后大家注意所谓天下大元帅 那几乎就是造反了 是吧 这是为了蒙蔽范曾 项羽所以他的职务还叫上将军 就是为了蒙蔽范曾 范曾此刻仍然认为项羽的上将军 还是楚国的上将军 或者说项羽在替楚王打天下 第一波支持项羽的人就是范曾 是范曾的楚国贵族支持项羽领导诸侯的 为了什么 他们认为项羽是为了实现怀王之约 他们支持项羽就是这个原因 现在其实范曾已经不那么重要 现在支持项羽的是农民军旧部 他们支持项羽为了什么 是为了王侯将相 宁有种呼 他们才不管什么怀王之冤 实际上项羽做上将军 这是又回到强者为王 那个老路上去了 又回到陈胜的那个老路上去了 这就是第二个上将军称号的奥妙 张寒你明白了吗 以后张寒不是投降了楚国 也不是向联军投降 而是张寒以自己的二十万家底 为条件加入了项羽的军政府 只是说军政府的头 现在不叫大皇帝 而是叫上将军 在那个强者为王的时代 军政府是凌驾于贵族政府之上的 谁胳膊粗谁 谁说了算 听谁 这是那个时代的生存法则 项羽是一个政府 是一个最高级的政权 你看项羽以上将军的身份 最后可以封王 更关键的是张寒 什么刘邦这帮人 最后他们肯定 不是吗 张寒最后封 这是项羽封的拥王 是吧 可是你只要追究一下 项羽凭什么封王 张寒又凭什么 会接受项羽凭王 你就能想明白 项羽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以及张寒到底是向谁投降 照着以前掌柜给大家讲过的张良传 你再想想戏下分封 为什么那么多 那么多这一次跟着项羽走的人 最后被封王 去反回身去 代替他们现在的领导 项羽啊 不是一个笨人 是吧 他找到了一个局部的共识 这个共识居然是现在正在交战中的双方 团结在了一起 你说牛不牛 现在正在打仗的两拨人 最后他们都成为了项羽的粉丝 我其实心里头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佩服项羽的 这在今天 这在今天人项羽是高智商的职业 人家是玩诟病的 是玩金融的 有人说项羽是一个武夫 是一个暴君 其实跟大家说 不是这样 项羽是一个能超脱熟恨 把敌我双方 达成共识的人 张涵投降项羽的这个理由 其实大家明白了吗 就是项羽的军政府让张涵看到了在那个乱世军人的出路 历史中有有陈渝写给张涵的信 是吧 我我觉得大家可能对这封信啊 看的不是那么明白 当你意识到项羽是一个军政府的时候 我们回过头来再读读那封信 可能你的理解就和以前不一样了 你就读懂了 你会觉得我说的这个是对的 陈渝当时告诉张涵 作为一个军人在旧的时代 你去看历史 陈渝让张涵去看历史 只有两个死法 一个是战死 另一个是被杀 我们军人就是这样的 没有其他的出路 确实大家要看秦国战将的命运 最终都都很悲催 陈渝自己现在是手握重兵的独立的独立的将军 所以他有资格和张涵讨论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军人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陈渝告诉张涵 我们军人其实在现在有第三条路 你应该投奔项羽 这是张涵 投奔项羽的一个原因 因为项羽是军政府 他以后有权封王 项羽和陈上是一个级别的人物 张涵 大家记住 不是最后投降了盟军 更不是投降了楚王 甚至于他不是投降 而是加入了项羽的军政府 张涵最后投奔项羽的另一个原因 是张涵在军事上的失败 张涵在军事上的失败的这一战 叫吉原之战 也叫张污之战 地形是这一战 非常有趣的一个看点 你要是地形没看懂 这个战役你绝对搞不明白 咱们以前讲过 张河转弯 张河从南向北流这一段 实际上这一段是两条河 这两条河在一个叫三铺金的地方 汇合 东面这条叫张河 而西面这条 其实是张河的一条支流 叫污水 张涵的防御 实际上现在是两个大的方向 张涵大营在吉原 就是在污水以西 项羽的主力 现在在张河以东 张涵是两面防御 一面是北面 在王里死了以后 联军现在就从北面 从巨路方向上压过来了 张涵所以这个时候 在北面抵抗联军 另一部分组成了两道防线 一道在张河西亚 这就是第一道防线 第二道防线就是污水防线 这是第二道防线 大家注意啊 这个这两道防线 其实要靠三瀑金沟通 要靠三瀑金沟通 三瀑金这个地方 是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如果这个地方 被项羽占领了 那污水两岸的秦军 就被分割了 所以张涵在三瀑金 是重点防御的 三瀑金是这一战的一个焦点 最重要的一个地点 集园之战 或者叫张乌之战 打的就是三瀑金 大家是不是听清楚了 咱们再给大家说一次 大家找一根笔 记录一下 因为这个地图非常重要 我再给大家画一遍 张河大转弯 这是一个直角 张河一开始是沿着太行山 从南向北 然后突然转向 从西向东 在这形成了一个 几乎一个直角 大家可以在图上 从下向上 然后从左向右 这样一个直角 张涵在哪 张涵现在在张河和太行山之间 张河的西岸 在污水的两岸 都是 都是秦军 布防的地区 现在联军在哪 联军在张河的北岸 项羽在哪 项羽现在已经撤回到张河的东岸 在距离张河转弯 大概十几里的上游 这个地方 有一个渡口 叫三瀑金 这个渡口是两条河的交汇点 就是污水在此前 几乎是和张河平行的 在三瀑金这个地方 突然汇入张河 污水在张河以西 就这么一个关系 这样你看到项羽要是要想到达极原 在三瀑金这个地方 以北项羽只要突破张河 就进入极原了 在三瀑金以南 项羽要想到达极原 是先要突破张河 然后再突破污水 这个地形啊 大家看非常重要 如果你搞不明白这个地形 你不会理解 为什么说项羽在极原之战 这一战中 打的算是一场神仙战 这是项羽一生 掌柜认为最漂亮的一场战役 巅峰之作 跟大家说 项羽不是靠匹马单枪 靠勇猛击败张涵的 项羽是靠智慧击败张涵的 张涵最终是服了 被打服了 几万储君 用什么办法击败了二十多万秦军 而且秦军是以疫待劳 不但以疫待劳 秦军在这里有一年多的时间 他们在这里 住有非常完整的防御体系 是有攻势的 项羽是攻坚 实际上靠三万人 怎么可能突破二十万秦军 死守的积军 这可能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让人无法理解的战役 是吧 今天咱们的故事就先讲到这 下一回掌柜给大家讲讲 项羽如何用三万人击败二十万人 这场攻坚战事 是一个怎样的战役 到底靠什么击败的张涵 跟大家说靠什么 靠张涵心中的恐惧 这就是项羽的厉害 这是一个人的故事 是一个人的故事 是一样的 对我来说 这就是一个人的故事 对我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